安波篮球快讯 2021年1月21日 周四中午 CBA一场强强对话即将上演 届时由浙江金牛对阵辽宁飞报 两队均处于连胜当中 状态正猛的他们都不会轻易将胜利放走 但是浙江金牛上仗两名大将因伤离场 此番发挥多少受到影响 而辽宁飞报有望趁势追击 浙江金牛上仗面对广州龙师 险些与胜利失之交臂 期间半场打完浙江金牛仍落后9分 幸好到末节对手频频失误 球队把握住了机会趁势反击 最终摘得胜果 但是当中赖俊豪和张大宇均因商提前离场 此番是否上阵 仍是疑问 浙江金牛在今个月初 已经和辽宁飞报交手过一次 但可惜未能取胜 而球队输球的主要原因 是队伍的后场球员表现难尽人意 球队核心无前 全场仅取得14分 全场15投2中 命中率不足2成 其中3分球更是8投0中 S.兰特斯宝格的表现 也是远低于赛季平均水准 可见辽宁飞报对浙江金牛处于上风 此番再度与之交战 浙江金牛将面临大考 另一边乡 能够将上述的浙江金牛主力限制到如此境地 皆因辽宁飞报防守功赴了德 当中刘志轩和赵继伟的功不可没 球队赛季至今排在联赛领投扬的位置 与他们豪华的阵容密不可分 座拥国手郭艾伦 此子示意和吴钱的队位也是一大看点 两位皆是国内顶级后卫 均有不错的得分手段 同时也是串联球队的重要任务 而封线上 欧阙梅傲 张震霖和吴昌泽等人都是攻守 兼备得很角色 内线还有经验老道的韩德军阵守 虽然经济他的上场时间有所限制 但韩德军仍能交出军场16.9分加11.6个篮板的两双数据 他在金战的发挥十分重要 你正在收听安波篮球快讯 我是李亚希 请关注我们专业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精彩赛事 尽在M直播